台东县育有运动大县的美名 在体育运动方面更是培育出不少的精英 台东县治本国中从开创以来 更是培育了许多优秀的选手 在各项比赛中为学校拿下了许多的奖牌 两年前校长陈喜水到校就任之后 向民间企业募集了资助 获得教育局核准终于成立了体育班 不但提供体育班的学生住宿 减免了学费更聘请了专业的教师 采集中管理方式施教 其中推动举重建立为重点的培训项目 他们六点就开始起来练习 然后下午的时候也都是在放学之后 都还在学校继续练习 假日的时候也生活在学校 那我们的教练 两位教练 谢建宏老师 还有林文达老师 都非常进责 24小时都照顾学生的生活 在这样的情况下 学生进步的幅度相当的快 所以最近两年来 我们的提供的成绩 在各项比赛都有非常优良的表现 为台中增结了很多的容易 新年3月23号 我们有一位选手叫胡锦山 也入选参加亚洲杯的力量比赛 也获得金牌 而且赚到了亚洲记录 这个成绩对学校来讲 也是一种鼓励 所以我们新年的全国运动会 我们也是期盼 能够拿到举重的总冠军会来 为台中增加更大的容易 曾经是日本国中举重队 在校时常常替学校抱回奖杯的谢建宏 如今为了回馈自己的母校 也决定全心全意来教导 这些热爱运动的学生 我们在这一两年的生活观念上 以及特表训练排练之下 也塑造出几位优秀的选手 那么我们优秀选手 今年的全国青年杯 我们荣获团体成绩第三名 其中有五位男生都在八年级 那也就是我们今年的主力选手 表现非常优秀 在4月19号 我们即将到台北参加101年 全国中的举重运动会 那我们也请信 我们资本国中的举重好手 能够夺下很好的成绩 我们的目标也就是全国团体 篮子冠军 由于缺乏完善的训练场地 学校特别腾出了两间教室 打造举重的特训场地 学生们不在乎场地的减肉 依然认真努力的练习 迎接每次的比赛 也或许相关单位 看见这群体坛的明日之星 如此的努力 是否能给予更多的帮助 让他们有更好的环境 来进行训练 在争夺好成绩 东台新闻温格指本报导